AIM風光綠膜 各位建築DNA好朋友 我們今天來到室內設計展 看到AIM風光綠膜它的新產品 這個玻璃透明不透明 這已經不稀奇了 還有新花樣 我們請陳傑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哈囉各位DNA的建築好朋友們 下面由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AIM風光綠膜的電控膜 那它的話其實有不同的變換 像這樣子是拳頭 然後全遮 這個是最一般的 那我們還有一個就是客製版 那像這個的話下面就是人啊小人物 它可以把它想像成 比如說公司行號的LOGO 那我們可以讓它跑動起來 未來大家如果有自己公司行號的LOGO 可以給我們AI檔 然後我們可以寫入程式 然後把它打印出來 把它做成就是AIM風光綠膜的電控膜 那我們的膜呢 跟別人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是既有的玻璃直接貼就可以了 你只要留110的電給我 然後我們在既有的玻璃上面直接施工 就可以就是接110的電 去做一個透明的變換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風光綠膜的節能膜 跟我們的節能玻璃 那市面上比較常見的就是 建築是比較多用LOE玻璃 那這一片的話是8mm的LOE加厚的 而且是灰色的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機器的話 是測試紫外線跟輻射熱的部分 這邊是熱這邊是紫外線 那紫外線不管是陰天下雨天 有沒有太陽它都會有 這邊LOE玻璃給它放下去 紫外線把它降成300多 那熱的話現在是1000多 然後熱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把冷氣設定25度 它沒有辦法制冷 那就是熱 這一片是我們的玻璃 是5加5的膠和 然後是茶波 紫外線剩0 熱的部分剩300多 那有一些客人會問說 欸 那我家的玻璃都已經裝好了 那其實由東曬西曬的話要怎麼辦呢 用隔熱的方式就是貼膜 那這一片的話是我們最透的 就是薄薄的5mm玻璃貼膜而已 那紫外線也是剩0 熱的部分剩100多 所以我們就是玻璃也有 你要5加5 6加6 8加8 我們都可以 貼膜的部分我們有透光度 不同的顏色供您選用 那各位的話就是 有動到鋁框鋁料 其實用我們的膠和玻璃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住家玻璃都已經上去了 其實用隔熱紙也可以 方便的去選用 那我們有不同的就是透光度 可以供大家選用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看 我們的隔熱係數的話 總熱透過量 阻隔輻射熱可以大於98% 然後阻隔紫外線可以接近百分百 像市面上比較多常見的是 大概隔熱是80幾%到90% 其實就了不起了 但是我們有98% 你不要看這8% 我們其實就是加了一倍的 就是隔熱原料進去